戴着口罩的幼儿园职员 三号上午陆陆续续来领取 新北市教育局发放的儿童口罩 依照各园区人数 每50到60人配有一盒50个口罩 凭原方证件领取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好意 至少说民间家长或学校有在反映说 市面上买不到口罩 教育部紧急地做这样的措施 我想感受到这份美意 也是确保孩子的安全 教育部依指挥中心建议 决定中小学延后到2月25日开学 但许多私立幼儿园已经开学 中央提供私幼儿童口罩供紧急备员 并由各省市教育局处通知幼儿园 在2月3日前往领取 教育局强调 国内专家已经建议健康民众 以及一般学生无需戴口罩 上学上课仍不需戴口罩 但是为了让幼儿园中临时出现呼吸道症状的幼童 或有临时性紧急需求时能调度 因此政府以无偿方式配送儿童口罩 但这批口罩是教育部供紧急备员 并非一个孩子一片 原时新闻 Moulas-Bazak新北市采访报道